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我是彥蓉老师 那么今天是周末9月6号 那么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 大盘台积电以及鸿海 下个礼拜会变盘吗 这个非常重要 这个多空一线之间 所以今天的节目一定要把它看完 另外预告的高峰以及金顶高峰 就是在8月24号的周报 五天五支涨停板 那另外金顶 3413的金顶 是上一期也就是在这个8月31号的周报 今天是涨停板的 所以这个标股的逻辑概念 跟3581的柏蕾的一个标股的逻辑概念 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复制这样的成功逻辑概念 今天推出柏蕾第二 目标有70%以上 今天是最后一天分享的 那么也欢迎大家留言3581加上电话 或者是加LINE进来留言3581加上LINEID 来跟上晏蓉的行列 请锁定今天的节目 谢谢 哈喽投资朋友您好 欢迎来到股市H标节目 我是主持人白毛 今天是2024年9月6号星期五 您现在在画面上面看到的 或者是在广播里面听到的 是我们大来投顾的陈彦荣分析师 我们的彦荣老师 让我们欢迎我们的彦荣老师 老师午安 白毛午安 各位投资朋友们 观众朋友听众朋友们 大家午安 我是大来投顾陈彦荣 是的广播的听众朋友 记得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钟 按时收听我们的股市A指标节目 或者是网路搜寻股市A指标 还有陈彦荣分析师 来跟上我们彦荣老师的脚步 现在赶快先把老师的LINEID给写下来 小老鼠小A178小老鼠小A178 加入之后留贴图就能够跟上好康 同时注意听我们在节目当中的通关密语 然后在老师的LINE 留下我们不同通关密语 就会有专人为您服务 同时呢 这里分享 燕容老师给会员 还有留电话粉丝的操作跟预告 在8月24号周报分享的4510高峰 总共5只涨停 7月31号提醒至今呢 已经大涨了90% 最近公开分享的6231系维涨了120块 上期周报分享的3413精鼎呢 今天也是涨停 这两天老师分享的博雷第二呢 目标一样老样子70%以上 大家千万不要客气 赶快来加燕容老师的LINE 来免费索取这支博雷第二哦 今天是最后一天分享了 同时呢 今天又到了礼拜五啦 所以我们可以登记领取 燕容老师周报的时间了 那老师的周报呢 真的是专门出标股 要是没有领到的话 真的是真的很可惜啊 所以名额有限 真的不要错过 有兴趣的朋友呢 赶快在老师的LINE 小老鼠小A178 来留言周报加1 那这个6日呢 就有机会能够领到燕容老师 精挑细选的周报哦 哇老师 台股这个下周有可能会变盘吗 是会变上还是变下呢 那我们这些投资人 到底应该怎么去应变啊 的确下礼拜的盘是非常重要 那尤其整个盘是在前天 跳空下跌之后 今天是横向第三天 其实盘只有上涨跟下跌 从来没有横向的 所以走到尾声 他就是要变盘 所以下礼拜非常重要 让你还报到最强的 弱势的也有可能会整理哦 好那谈到这部分之前 我们先来分享哦 8月24号预告的周报 那么这个就是高峰嘛 那涨了5支涨停上来 没错 那从7月31号也已经涨90%了 那同企的话就是细微 那么大标了120块 那其实你发现说日系外资 在今天才卖报纸呢 才说他不错 所以你发现 燕隆老师总是领先别人 不管是领先外资 或者是领先放眼望去这头 顾忌的分析师 经常100万可以成本比别人便宜 20万到30万以上 就可以多赚20万到30万 没错 对不对 所以呢 包括在8月31号是最新一期的周报 金顶 是 所以你看这个周报你要不要 是一定要啊 是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 我们开放200个名额 现在加LINE进来 小老鼠小A178加进来 然后留言周报加1 周报加1 对有200个名额 那么把握这个机会 那当然如果你有加LINE进来 有留贴图的 将来经常可以看到像高峰 这样子底部的翻倍标股 是 好 那我想重点就是今天很重要的 就是周报当中的最标股 它叫做博蕾第二 博蕾第二 3581的博蕾第二 复制的是博蕾本尊 在这段期间上来 差不多三个礼拜 拉90%的一个逻辑概念 以及4513的福育 5443的均豪 以及6442的光盛 4510的高峰 在短期内一个月内资金翻倍的 一个逻辑概念 所以呢 博蕾第二 那么在这个地方目标70% 今天是最后一天分享哦 是 欢迎大家如果有兴趣 可以加LINE进来留言 3581加上电话 或者是3581加上LINEID 来跟上燕榕老师的行列 好 我想当然重点一定要记得 小老鼠小A178写下来 然后就可以做留言的 是 可以跟燕老师结缘哦 那记得要留一个贴图哦 请记得订阅我的影片 按赞分享打开小铃铛哦 好那关于这个大盘的部分哦 大盘的部分 其实下礼拜我认为会变盘 是 那有一个指数请你写下来 21350 21350 是今天讲的吗 不是 对 讲两天了 前两天已经讲两天了 是 那今天收多少 21435 代表什么 已经站上去了 是站稳了 已经站上去了 是 那所以这个地方来看哦 那么我认为未来行情 我们看到RSI回撤前提嘛 这是我前两天就告诉你的 是 说两天内会有一个止跌的动作 嗯 没错 对不对 那另外就说 昨天融券增加了2万多张 嗯哼 这是一个右空的行情 是 那当然也有它的瑕疵啦 所以A指标数据 不0.05还不是最低啊 嗯 那还有呢 哦 要注意哦 他如果要做一个直接变盘向上 下礼拜一有一个必要的要件 就是要跳空上涨 哦 这个大跳空缺口至少要100点以上 哦 哦 那么跳空在这一天上面 是 100点以上 回撤不破 那就是要直接上去了 是 那如果还是开低 哦 你要小心 是 这个地方弱势的股票一定要先跑 OK 当然弱势强势 如果你不知道如何来做一个调整的 嗯哼 我们开放在今天周末假期 彥隆老师没效忍哦 是 那我们大家可以加赖进来 那么留下你的股名成本 是 彥隆老师利用假日呢 来协助大家来做太弱换奖的动作 嗯哼 好 那我想当然重点的部分哦 那么 为什么说他会变盘 那几率比较大了是站在多方 为什么 你看台积电 是 如果你有加赖进来有留2330-1的 你今天7点钟以前你就看到我跟你讲 关键价在909 是 这个开半开909 是 909 然后呢 哎真的站上去收在918 嗯嗯 就是一个短线转强的讯号 但是它的瑕疵也是在这里啊 哎指标数据 在画面上看到的并还没有回测前低啊 嗯 为什么要回测前低 因为上次815 我说你要全力做多 结果拉到977 是 因为A指标数据回测到两年前的低点 嗯 所以这一次啊 台阶电鸿海重量级的买点在哪里 就是如果A指标数据回测到前低的负0.13 是 以及鸿海也是一样回测前低的负0.13 这就是重量级的买点 是 但是可惜现在有 没有 没有耶 对呀 没有啊 嗯 所以这里你要做就是小小的做 嗯 那真正的话呢 呃 万一没有站上去的话呢 呃 买点在哪里 要特别特别的注意 包括鸿海的部分也是一样 买点在哪里 会不会到800块 鸿海会不会到160 我这个都是要观察的一个重点 是 那如果你想了解重量级买点的朋友们 也欢迎大家可以加赖进来留言 啊台积电的部分留2330加1 2330加1 鸿海的部分留言2317加1 2317加1 来索取这个买进价啊 是 好那当然我想其实现阶段我说过了哦 当大盘不管它变上变下 总是会有股票会走V型反转 没错 好V型反转 嗯 那这个V型反转它其实是有些要件的 那其中哪些族群 我们最终像网通啦玻璃基板啦 是 还有像AI啊 AIPC啊 所以你看大家在看AIPC 我们早就先跟你看细微 有没有 是 像今天蓝天也相对强势 没错 红基也相对强势 对不对 我想这个就是你要去从这些族群里面去看 但你还说老师我会怕嘛 我想做当冲好不好 这个服务我们也是有啦 是 前天跟你提醒了6606的见得啊 是 1-12%啊 对 那今天来跟大家分享是5460的铜鞋 是铜鞋 对它是冲鸭厂 嗯 那另外就是4956的这一个光磊 光磊 光红 光红 它是LED的累金厂 嗯 那智良党股票如果你对这个当冲的买进价有兴趣的朋友们 也欢迎你啊可以加赖进来留言啊 同学的部分可以留言5460加1 5460加1 当然我要特别强调啊 这个当冲的话一定要关键价位守稳 它才会成功 或者失败率很高你就要违约交割啊 是 这个是很危险的 是 那另外的话如果你对4956光红有兴趣的朋友们 可以加赖进来留言4956加1 4956加1 对来索取这个买进价 我讲当冲有一定的风险啊 所以基本上就是你有多少资金充多少 那你万一要流仓 因为我选的都是A指标数据有创新高的股票 你万一要流仓 你等个几天其实还是有机会 所以这就是你会发现我的股票很棒的原因就在这里 好那在这个地方的话 当然晏隆也是希望可以跟大家结缘 那包括你看到我们这一次的周报 周报的话呢分享了这一个 包括4510的高峰也拉90趴上来 细微今天日系外资才在讲 其他头顾老师在昨天才开始讲 我们早就已经低档提醒 而且涨了160块上来的 那今天金顶也涨了这个涨停板 所以重点的部分是 如果你对我的周报有兴趣的 可以加LINE进来跟我结缘 留贴图就可以看到底部的倍数标股 或者说你要登记只有200个名额的周报 可以现在就把LINE写下来 赶快来做一个争取 小老鼠小A178 小老鼠小A178写下来做一个争取 留言周报加1 周报加1 对来做一个争取这200个名额 好今天最重要就是粉丝福利的柏磊第二 粉丝福利的柏磊第二 它是我们周报当中的最标股 那这档股票它复制的是3581的柏磊一个月内 飙涨90%空间的逻辑概念 3581的柏磊第二复制的是柏磊本尊的走势 目标短期内在70%以上起跳哦 所以欢迎大家可以加LINE进来 小老鼠小A178来做一个 这个加LINE索取的动作 或是拨打广告当中的电话来做一个索取 最后一天分享了哦 是的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 这档柏磊第二你想要自己操作的话呢 只要在LINE小老鼠小A178来留言 3581加1 是的听众朋友们 这档柏磊第二你想要自己操作吗 想要自己操作的 只要在LINE小老鼠小A178来留言 3581加1就能够索取这档柏磊第二来自己操作 当然如果你想要让燕容老师 手把手带着你操作柏磊第二也是可以 赶快在LINE留言3581加上电话 或者是LINEID 给自己一个让老师带着你大赚的机会 柏磊第二今天是最后一天分享的 千万不要错过哦 好各位朋友们 几乎每次大盘拉回 都有一个V型反转的股票会出现 那现在的话呢 我认为这个柏磊第二 它就是其中一档 如果你错过了这个福育 军豪 光盛 高峰 以及柏磊本尊 在短期内资金翻倍的朋友们 那么今天这档柏磊第二不要再错过了 欢迎大家把握这个机会 因为柏磊第二的目标有70%起跳 今天是最后一天分享哦 欢迎大家现在就加LINE进来留言 3581加上电话 或者是3581加上LINEID 来跟上燕荣老师的行列哦 是的 这里分享燕荣老师给会员 还有留电话粉丝的操作跟预告 8月24号的周报分享4510高峰 五支涨停 从7月31号提醒至今呢 已经大涨了90% 最近公开分享的6231细围呢 涨了120块 上期周报分享的3413金顶呢 今天是涨停的 这两天老师分享的柏磊第二 目标一样70%以上 大家千万不要客气 赶快来加燕荣老师的LINE 来免费索取这支柏磊第二哦 今天是最后一天分享了 老师的特色就是事前预告事后验证 预告的股票都是低点都可以订过基 所以现在赶快加燕荣老师的LINE 小老鼠小A178 来留言3581加上电话 或者是LINEID来索取这支柏磊第二 燕荣老师会带大家一起来上车 本波的追标股 休息一下不要走开 我们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我们股市A指标节目 投资朋友们 我们已经把股市A指标的广播节目 跟燕荣老师的YT股市A指标节目录制呢 合二为一咯 随时都可以打开你的手机 或者是电脑 或者是电视的YouTube 来搜寻股市A指标 都能够看到我们燕荣老师精彩分析 哇 老师 这个00919 它在9月23号的时候会寄出席 那这样子我们可以以有什么 比较好的操作方式吗 然后再来就是我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苹果我们在9月10号的时候 会有新机发表 那台股供应链 它们的亮点会在哪边呢 好 所以其实看起来 下礼拜应该是蛮热闹的 对 超热闹的 是 因为包括919 其实我感觉这个地方 也是有一个相对的一个机会 然后另外就是这个苹果供应链 把股票全部选一下 其实还蛮多 党还不错的 那这边谈到这个主题之前 先来跟大家分享 就是也欢迎大家来跟燕荣结缘 如何结缘呢 欢迎大家小老鼠小A178 小老鼠小A178写下来之后 那么来做一个加入 留一个贴图 那经常可以看到像4510的高峰 像这样子的一个底部倍数标股 那当然重点就是说 你看8月24号的周报 那么分享的4510高峰 一涨就是5只涨停 那细微也是8月24号分享的这个细微的话 那是已经拉了120块上来的 那当然包括高峰的部分 从7月31号上来已经90%了 那尤其最新一期的周报 3413的金顶 今天起庭办了 所以这就是我的周报的一个效果 那领先别人经常 领先成本领先两成三成以上 你多赚20%30%以上 如果你对我的周报有兴趣的 欢迎现在就加赖进来留言 周报加一 周报加一 开放200个名额 只有200名额 所以当然重点的部分 如果你加赖进来就可以来做留言 来索取周报 那也欢迎你来订阅我的影片 按赞分享 打开小铃铛喔 好我想重点来跟大家分享几档股票 就是你也知道嘛 我们最近看好了一些族群 比如说玻璃基板的概念股 玻璃基板的概念股 比如说天宏啦 6937的天宏 6405的月城 8027的泰生 2464的盟利 以及6664的育群 这些都是玻璃基板的联盟的概念股 那这边的话呢 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谈的是6937的天宏 其实这是上期周报 上期周报有 对 他有马上做一个集拉 那现在回撤 我的股票不是那种马上要结束的 跟你去跟其他的投股老师 买了以后呢 高兴一天可能赚3%没跑 可能下来要赔掉30% 这个完全跟我的做法相反 所以这边的话呢 我们的股票短线低时间没有跟上没关系 后面还有机会 主要是K线的一个创高 指标的创高 那这边回撤到均线附近的嘛 是不是 那同时他在上半年美股盈余有2.64元 我觉得他基本面也不错 那说会与半导体试况的回温 订单已经看到明年了 所以这边如果你对这个6937天宏 有兴趣的朋友们 也欢迎你可以加赖进来留言 6937加1 6937加1 来索取这个买进价 那当然包括苹果供应链 那么苹果新机 那么秋季的发表会 预计在9月10号 9月10号凌晨 那么这边的话呢 2382的广达 当然今天包括他的一个 这个高级主管 公司派杨先生 那么杨麒麟 杨麒麟 他有谈到这个广达部分 然后他谈到AI的前景 反正要开始下半年也是很棒的 所以这边伺服器的代工 资料库工厂 那以及这一个整个本业方面 包括他的营益率 还有税后净利 都创下历史的一个单季新高 包括毛利也是一样 所以受惠到AI的一个伺服器的需求 逐步的增加以及云端 伺服器的资料库营收占比呢 大幅度的一个持续攀升 所以整个背景是完全是不变的 但是股价是超跌的 所以这个地方我认为 2382的广达目前在整个A指标数据 以及K线的一个创高情况之下 指标值也回测前低了 所以我认为这个广达可以特别来做一个留意 如果说关键价位站稳 大家可以来注意一下 是不是有一个转强的机会 如果你对广达有兴趣的朋友 欢迎加赖进来留言 2382加1 2382加1 对来收取这个买进价 另外就是另外一个是苹果概念股的 这个陈宏 它是触控面板模组 触控面板模组 那么陈宏上半年 每股盈余是1.16元 那么这个是一个大转机 那么包括在K线的一个突破 指标的一个突破 目前股价在第一位接 所以3673的TPK TPKY 那么如果说你对这个有兴趣的朋友们 可以加赖进来留言3673加1 3673加1 来收取这个买进价 另外就是这个00919 00919它在9月20号最后一天买进 那隔天是礼拜一 是9月23除息 那既配息配0.72元 单次配息超过2% 那以目前的现金值利率来算 月末是11%左右 11%左右 我们说过了在整个ETF的部分 基本上如果在一个天下太平的时候 就存股 那如果跌下来的时候 大跌的时候 可以赚一个月10%的机会点 是进可攻退可守 那目前看起来什么时候买 看量微量试问 右下角这个地方 所以听众朋友 如果你想了解这个画面 可以搜寻A指标或股市A指标 就可以来看YT影片 你看到右下角 绿色镜头指的这是亮说 等待两次亮说 现在只有一次亮说 等待两次亮说 或是股价跳空 这就有一个买点的出现 当然你想要了解这个存股的买点 那么或者说 一个月获利10%的买点 都可以加赖进来留言 919加1 919加1 那另外有一档 叫半导体族群的 919的最标成分股 那么有60%空间的股票 如果你想要拥有这档 免费索取00919 最标成分股 有60%空间的朋友们 欢迎加赖进来留言 919加2 919加2 来做一个免费的索取 好 那当然晏龙希望跟大家结缘 那尤其今天结缘格外的重要 那尤其晏龙每次分享的周报 经常会在一个月内 就有机会让那档股票资金翻倍 所以今天是礼拜五的 明年礼拜六 那么后天是礼拜天要分享周报 这一次我带来200份 要跟大家做分享 也欢迎大家把握机会 现在就小老鼠小A178 小老鼠小A178写下来 然后来做一个加入 我的赖的这个动作 那加赖动作 留一个贴图的好处 就是可以不定期看到 底部翻倍标股 或者是你今天可以 透过留言周报加1 这200个名额当中 你可以得到我们这个 3581的柏磊第二 柏磊第二 它是周报当中的最标股 预计在短期内有机会 从70%到资金翻倍 欢迎大家现在把握这个机会 柏磊第二 如果你错过了3581的柏磊 欢迎柏磊第二 一定要做一个争取 如果你错过了福育 军豪光盛高峰短期内资金翻倍的朋友们 那么这一档柏磊第二 务必要留言索取 小老鼠小A178 小老鼠小A178写下来 就可以做一个留言了 那么柏磊第二目标是70% 最后一天分享 欢迎大家现在加赖进来留言 3581加上电话 或者是3581加上赖ID 来跟上燕容的行列 是的我们谢谢燕容老师 各位投资朋友们分享燕容老师给会员还有留电话粉丝操作跟预告 8月24号老师在周报的分享 4510高峰5支涨停 从7月31号提醒到现在呢已经大涨了90% 最近公开分享的6231细微呢涨了120块 上期周报分享的3413 金鼎今天是涨停的 这两天老师分享的柏磊第二呢目标一样70%以上 大家千万不要客气 赶快来加燕容老师的line来免费索取这次柏磊第二 今天是最后一天分享了 老师的特色呢就是会事前预告事后验证预告的股票 都是低点都可以订过去 所以现在赶快加燕容老师的line 小老鼠小A178来留言 3581加上电话或者是LINEID来索取 燕容老师呢会带大家一起来上车本部的最标股 如果你有加老师的line真的是福利是拿不完的 不同留言会不同福利 请问要听好我们在节目当中的通关密语哦 今天我们的通关密语由 想要知道00919关键买点跟买法的 赶快留言919加1 如果你想要知道00919的最标成分股 半导体产业的有60%互利空间买点的 赶快留言919加2 听众朋友们 叶容老师的功力真的不是随便说说的 你跟老师有没有结缘的呢 老师提醒的股票 常常在第一时间就长红涨停 最重要的是让我们资金可以 有机会可以一直翻倍 今天是礼拜五了 又到了我们可以登记领取叶容老师周报的时间了 老师超多的标股都来自于周报 真的是超赞 千万不要错过 名额有限只有200名 赶快来在老师的line留言 周报加1 就可以登记领取周报 错过真的就只能再等一周了 这两天老师分享的 博蕾第二呢 赶快留言 如果你想要自己操作呢 赶快留言3581加1 如果你想要让老师带着你操作 这次博蕾第二 赶快留言3581 加上电话或者是LINEID 今天是最后一天分享的 真的不要用错过了 投资朋友们 节目之后呢 记得打电话进来 或加叶容老师LINE来询问跟留言 锁定股市A指标 叶容老师会带着你一起发发发 我是白毛 我们下周见 我是陈彦荣 祝大家操作顺利 谢谢拜拜 拜拜 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加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省省评顾病自负投资风险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